在九十年代的汉匪中 有这样一位魔头 他是六岁就能干卖亲生母亲亲生妹妹的事情 甚至在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后 将自己的孩子卖了 当一切卖得差不多之后 开始杀人抢劫 很少有人能在他的手下活下来 老人 婴儿 孩子 男人 女人 无论对方是谁 多大的年纪他都不会放过 从1992年到1998年的时间中 带领团伙在玉 陕 婉 苏四个省份 作案数十起 临杀77人 而且此人狡猾多端 做一次案换一个地方 让警方也颇为的头疼 此人名为彭妙记 身高1米58 像一个死神般的数个他人的性命 泯灭人性 毫无良知 六亲不认 不配做人 为什么彭妙记会变成毫无良知的魔头呢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本期我们就看看这个恶魔的一生 1966年9月 彭妙记出生在陕西山阳县 一个贫困家庭中 当时彭妙记家中的条件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连年的灾害 庄家地里连年颗粒无收 而且他的父亲 还是当地一位非常有名的懒汉 懒到什么程度呢 有人把饭放到他的嘴边 他都不愿意张嘴 年幼的彭妙记 出生就没有吃过饱饭 这一导致他从小就营养不良 这让他本来就面黄肌瘦的身体 显得更加的憔悴 爱自心切的彭妙 不忍心自己的孩子经受这样的痛苦 于是在孩子出生后没多久 就带着彭妙记离开了自己的贫困区 去投奔了在林县 周治县的彭妙记的姨母 到了周治县后 母子两人租住在一个小屋内 母亲每日就靠打零工赚取零花钱 彭母在打工的时候 因为担心彭妙记的安全 就将她寄养在了寺庙之中 日后彭妙记的母亲 在给他取名字的时候 希望他能记住这段苦难的岁月 于是便取名为彭妙记 后来日子逐渐好转 彭妙记在九岁的时候 也上了小学一年级 聪明努力又勤奋肯学习 很多老师都非常喜欢彭妙记 但是老师每次读彭妙记的彭妙记名字之时 都觉得有些不妥 便提出来要给他改名字 后来和家长商量了之后 在不改变发音的情况下 将彭妙记的名字改成了彭妙记 虽然日子好转了 但他们母子的生活还是有些窘迫 到了后来 彭妙记就因为学杂费的问题被迫辍学了 过早退学的原因 也间接地成为了他变为汉匪的原因 辍学后的彭妙记天天在外面玩耍 因此被人贩子盯上了 在他十二岁的那一年被拐走了 人贩子本想把偷来的孩子 卖给那些西夏无子的孤寡老人 但是因为彭妙记的长相实在是太难看了 非常不受老年人的喜欢 彭妙记在人贩子手中成为滞销物品 好不容易到手的孩子自己却买不出去 于是人贩子将这股气 全发到了指销物品彭妙记的身上 每天不是打就是骂 还让他承担了住所繁重的劳务活动 每天给他的饭 也只是别人吃剩下的残羹剩饭 彭妙记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两年 在某天的夜里 彭妙记趁着人贩子不注意逃了出来 但是他却无处可去 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 回到周治县母亲的那里 一路上彭妙记为了能够填饱肚子 忍受着路人的白眼沿街街道 经过一路的颠沛流离 他终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虽然彭妙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但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 他的身高永远地停在了一米五八 母亲看见这个失踪两年的孩子回来 也没有询问过 儿子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两年究竟是怎么度过的 而彭妙记的妹妹也害怕地看着自己的哥哥 彭妙记在他们的眼神中感受到了陌生的气息 他觉得自己闯进的是别人的家庭 这时候彭妙记的内心已经被负面情绪填满了 人贩子的虐待 一路上的屈辱 母亲陌生的眼光 她的内心充满了黑暗 可以说此时的她内心十分的敏感 时常会因为母亲一个不经意的眼神而发疯暴怒 也会因为母亲的一个动作而对母亲拳打脚踢 尽管如此 彭妙记还是为彭妙记找了一份工作 彭妙记也听话地去了 只不过这一份工作只能勉强支撑起自己的生活 挣的钱根本就不够彭妙记花的 而且因为自己的外在条件还受尽了欺负 此时的彭妙记性格已经变得极为的扭曲 以至于她在16岁的时候就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当时彭妙记家需要修建的房子 而彭妙记的父亲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因好吃懒做去世了 因为他们家中的经济十分的困难 根本没有经济去修建处处漏封的房子 彭妙记与母亲因为此事一直以来就有点不和 母亲想将就住有钱再说 而彭妙记想的是现在就弄 这种破房子太丢人了 至于钱的事情 他让母亲去借 母亲肯定是不愿意的 他们整天因为此事吵架 时间长了后 彭妙记的心中产生一个可怕的想法 某天彭妙记以外出打工的借口 将母亲骗到了江苏 将母亲卖给了一个光棍 而彭妙记拿走这几百元盖了新的房子 为了几百块竟然能卖掉亲生母亲 你说这个人究竟有多不算人 彭妙记在拿到钱后 过了一段时间 他觉得自己的做法似乎不是很妥当 毕竟生下他并将他养大的母亲 因此在两年后 他将自己的妹妹作为交换的筹码 换回了自己的母亲 不过此时 母亲已经和光棍男子生下了一个儿子 彭妙记得之后 就把这个孩子偷走 然后又卖给了人贩子 自己拿着贩卖亲人来的钱 花天酒地 这一切的计划 彭妙记都是秘密进行的 他对外说法 要么是母亲抛弃他和妹妹跑了 要么就是说妹妹出去打工了 以至于外人 根本不知道彭妙记都干了什么 同村的孤寡老人 王健辉得知了彭妙记的悲惨经历后 主动提出 说他为义子 供他吃供他喝 彭妙记对此 当然是开心接受的 于是他认王健辉为干爹 自己改名为王洪德 王健辉还教彭妙记 学习修车的手艺 想着以后可以靠这个吃饭 但是彭妙记 根本就不屑于靠这个吃饭 在1990年的时候 他随便找一个借口 跑到了隔壁的村子去打工 结果没有几天 就和老板的女儿搞到了一起 还带着老板的女儿私奔了 他们在户县定居下来后 有了两个儿子 但是家中养不起两个儿子 于是他将自己的小儿子卖掉了 虎毒还不食子 彭妙记却亲手卖掉自己的儿子 至此 彭妙记已经卖掉了四个亲人 母亲 妹妹 弟弟 儿子 但是家人毕竟是有限的呀 卖完了 没钱怎么办呢 于是 抢劫杀人 成为了彭妙记的新选择 1992年 彭妙记集结了社会上的减散人员 组成了小规模的犯罪团伙 起初 他们就是弄点钱花花 最多就是 入室盗窃 但是在1998年 彭妙记就开始了汉匪生涯 1998年的3月8日 彭妙记在河南省林宝市 玉林镇宝村里 实施了第一次抢劫 杀死了村民 冯金岭 重伤 勤勒气 将屋里的500元现金 以及各种首饰 细节一空 看着血泊中的村民 彭妙记的心中毫无波澜 甚至在短短20天后 他就再次实施了犯罪行为 后来 因为同伙的分赃不均 彭妙记杀死了同伙 然后将同伙扔到水沟焚烧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 他犯案无数 从1998年2月 到1999年3月份 彭妙记带领其作案团伙 分别在江苏 安徽 河南 陕西四省 21个县市 33个行政村 犯下了38次入室抢劫 一年时间 有77人 惨死他们手中 对于男性受害者 彭妙记还会将其 升职器割下留作纪念 变态行径震惊了同伙 同伙们称他为诸如恶魔 短时间内 引发如此多的血案 其作案手法都差不多 引发了百姓们的恐慌 当年那段时间 谁也不敢随便出门 生怕灾祸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所幸我们还有警察的保护 警方根据现场提取的嫌疑人的医务推断 犯罪嫌疑人应该是身高在1米57至1米58之间的成年小个子男性 最后经过警方不断的排查 彭妙记浮出水面 警方通过长时间的排查追查 终于锁定彭妙记在湖北中祥市九里乡的一个村庄内 随后警方补下了天罗地网去抓捕彭妙记 终于在1999年的4月9日 警方将彭妙记抓捕归案 在彭妙记的交代下 其他的犯罪同伙也纷纷落网 争议或许会迟到 但是永远都不缺席 警方在将嚣张跋扈的彭妙记抓捕归案后 警方在审问彭妙记的时候 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为了四万多块 一年就杀了77个人 心里不觉得愧疚吗 谁知道彭妙记说 有什么内疚的 我还准备杀一百个呢 这样的回答令人急被发怜 好在童年彭妙记被处以死刑 死时33岁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 对一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 童年的经历 在日后的生活中会反映出来 而彭妙记在童年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 这也是他日后成为杀人魔的原因 但是无论如何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去加害他人都是不对的 而且加害的还是自己的直系亲属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犯罪 都是不可饶恕的 听网恢恢 疏而不漏 只要你犯罪迎接你的 必定是法律的利人 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 认认真真的 过好现在的每一天